你沒人通 你沒人規矩 叫做黑箱作業 我來聽到後面 我跟你講是最好的 做炒菜的節目 對我們這些地步 分享非常重大 居民革命帶輪流炮轟市府建設局 因為建設局有意在大理路 開闢道路連接到樹昂宮附近 但之前召開的地方說明會 卻沒有通知當地的居民來參與 讓人質疑是黑箱作業 從頭到尾 完全漠視我們的程序正義 然後都沒有通知我們地主 如果經過地坊的路線 彎彎彎彎彎 本來是像人說冬山 像是南北九十都這樣 去掉下來 去掉下來很無理 今天有很多來 我想在程序正義上 在這個開金融道路上 去做睡眠做高中 不只說明會程序上有瑕疵 民眾也認為市府選定的路線 臨近中投公路 安全上空有一律 擔心日後反而會增添行車的危險 不過有人認為樹昂宮多年來 由於連外道路寬度不足 使得大行車進出不方便 現在好不容易爭取到相關的經費 希望新路能夠早日開闢 政府盡量去掉下來 平均的事 政府也要說給我們佩洛 共救生命救的孫子 中島位大家都會允許 我們今天一個建設 非常會斷斷 已經馬上很久了 不是說三個月前才有 這已經在台東關的時候 就說多少錢了 這個部分雖然有彎一點 但是這個部分都是經過計算 每一個道路的話 這個是一個示意 這個是一個示意 其實如果是用剛剛那個圖出來看 用平面圖來看 其實就沒有那麼大的兩個90度彎 樹昂宮連外道路一波三折 地方意見出現分歧 建設局表示 目前路線還在先起規劃階段 之後會再召開說明會 選出對民眾影響最少的方案 讓連外道路能夠早日動工 帶動地方觀光 解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